欢迎收听 普出人生新乐章 我是人生教练 Life Coach 魏世金 当我们在移民海外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会有 在语言上面会觉得非常的无力 不管是你的语言有多好 但是当真的 在那个环境 生活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 还是不够好这样子 然后就连最基本的 有时候跟医生沟通 或者是跟政府机构沟通 都会感到非常的困难 也非常的无助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一个 她的工作很特别 也很有意义的 华人英语教练Sandy Gee 然后Sandy呢 致力是帮助华人 就是移民提高英语上面的能力 让他们能够轻松的 能够用英语跟大家沟通 解决日常生活上面的各种问题 她已经帮助了 数百名的华人 提升他们的英语听说能力 实现他们的梦想 有的呢在美国顺利的找到工作 有的就是得到美国公民身份 甚至于找到讲英语的伴侣 所以她的工作真的很特别 然后也就是帮助了很多人 所以非常的欢迎Sandy Yay 谢谢世金邀请我来到这个平台 和大家分享关于英语学习方面的内容 所以Sandy是什么样的机缘 让你就是决定成为一个英语教练 That's a great question 我在大学的时候呢 是英语专业 后来呢攻读了国际企业管理硕士 曾经在中国呢经营的是城市景观工程公司16年 10年前我移民美国 现在我在美国过着梦想的生活 经营着自己的英语培训业务 是一个屡获殊荣的中英文双语演讲者 去年呢我还实现了在美国的又一个里程碑 用自己的钱买下了我梦想的房子 然而事情并不是这么顺利 10年前呢我离婚以后 我带着三岁半的女儿来到美国 开始了一段全新的旅程 最初的几年当中呢 因为语言的障碍 我失掉了很多的工作的机会 刚开始我曾经做过保姆 一个小时12美金 这根本不能够维持我们母女两个人的生活 后来呢我就开始卖内衣 这个工作并不需要太多的英语了 因为呢是基于产品的业务 当我开始练习和学习英语的时候 我很难和母语者进行交流 因为我虽然是英语专业 但是大学毕业以后 我有15年没有用过英语 我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他们说话的速度很快 他们而且用的英语呢 和我在中国学习的不一样 我听到邻居说话的时候 我记得很清楚 有一次我问他 How are you? 我就在那里等 等他说 Fine, thank you, and you? 因为这是我们学校里 学的那种对话嘛 但是我听到的是 I'm hanging in there 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我完全困惑了 我就在想 我的英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怎么可能 这么多的东西 我都不理解 我也没有办法 跟我女儿的老师沟通 无论我去哪个地方 都需要别人帮忙 请别人帮忙 去像车管所呀 医院呀 家长会呀 那个时候的感受就是 每一天都是一场战斗 我觉得我自己完全被困住了手脚 特别没用 Useless 因为外界也是隔绝的 生活的圈子很小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虽然当时 之前是在中国 我是一个成功的女企业家 但是来到这个新国家 我感到迷失了 没有自信也不独立 每天呢 我会带着女儿去送内衣 有一天呢 就在高速公路上送货的时候 我们就迷路了 因为我没有听懂GPS 说在哪个口下车 我放慢速度就开始找路 后面呢 我就听到那个喇叭 在拼命的 那个司机在按喇叭 我就很紧张 赶快找了一个出口下来 把车停到路边 然后就泪流满面 我的女儿当时也在后座上 就哇哇的大哭 后来我就听到一个 我内心里面的声音 在对我说 你的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 我深吸了一口气 我告诉自己 Enough 我一定要流利的说英语 我把I can't 变成I must 我一定要行 所以我回到家以后呢 我就马上请了一个英语老师 教给我学 我想学的东西 我把学习英语呢 作为一个首要的任务 放在我一天的生活当中 每天都练习 我遇到问题或犯错的时候 这个老师会给我反馈 就这样一个周 一个周 一个月接一个月 我的英语水平就提高了 我也看电视 看书和母语人士交流 但是最最重要的 就是我分析他们说话的方式 模仿他们的发音和语调 这些方法 后来成为我掌握英语 听说能力的秘诀 并且用来教我的学生们 那很快呢 我就有足够的自信 和别人进行交流 解决问题 不需要再让别人陪着我出去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独立 这是我想要的自由 然后突然有一天呢 我有一个朋友就说 嘿Sandy 你可以教华人英语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作为一个华人移民 我自己经历了学习英语的 所有的挑战和困难 我知道怎么可以快速的提高 听说能力 而且同时因为我是中英文双语 所以我可以用中文轻松的解释 这些复杂的词汇和语法 另外呢 我很热爱教学 我就在想 如果有一天 我可以帮助其他华人 提高英语的话 那么他们就不用像我这么挣扎 那该多好 所以从2018年开始 我就用我的秘密方法 开始教华人英语了 嗯 就是其实听得很感动 就是说你从一开始 在中国是一个女企业家 然后到美国重新开始 而且你讲的那些就是说 一开始跟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 然后对语言上面的听不懂 你学了这么久 然后完全听不懂 还有就是那个挫败感 我其实都可以深深体会 就觉得好像 每个字都听得懂 但是你凑成一句话的时候 就听不懂 嗯 对然后所以就是 因为我也有在追踪你的视频嘛 你的那个TikTok 然后我就觉得 你常常抓到了一些点 真的是很小 比如说头发怎么梳啊 绑包包头 或者是披萨是薄的饼厚的饼 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在 就是在在自己国内的那个 那个英语课 其实是不会讲到这么细的 也是文化方面的东西 对对对 所以所以我觉得也是你的观察力 这么的敏锐 然后才能够创造出自己的 独特的一套教学方式 是这样 那所以在你的 你的英语教学中呢 就是像网路上跟 有很多这种平台 网站啊跟频道 你能告诉我说 就是你的教学跟别人 有什么不一样 呀当然可以了 的确是经济像是你说的 现在呢 各种各样的教学的资源 非常非常多 也正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呢很多的英语学习者 不知道该跟谁学 从什么地方开始入手呢 是学ABC呢 还是学数字呢 还是怎么样 但是我教学生的时候呢 首先我要对他们的英语综合水平 进行一个评估 我要知道他们的听说 发音还有语法 在什么位置上面 然后根据他们的目标 制定个性化的训练内容 我训练他们发音 因为发音呢是一个基础 无论你会多少个单词和句子 如果你的发音不标准 别人仍然听不懂你 当然了他们的发音 并不是说 他一定要模仿到像母语人士一样 其实他们的发音 只要可以被听懂 我就跟他们说 你就是A家的学生 另外呢 我会训练给他们 31个美国人的发音习惯 这其实就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秘密武器 这些的美国人发音习惯 他们学会了以后呢 可以令到他们的听里 发生一个质的飞跃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我们在学校里说 你在干什么 我们说 What are you doing 对吧 right 但是母语人士会说 What are you doing 或者你可能会听到 What you doing right 非常奇怪 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声音 我们学的是 我想去公园 I want to go to the park 对 你听到的母语人士的声音是 I want to go to the park I want to go to the park 把这种 want to变成wanna 所以这样的一些的小细节 嗯 那么另外呢 在这种发音和听力的基础上 我会教给他们 他们需要的内容 嗯 因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人的职业都不一样 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 也都是不同的 所以我的学生们 他们是真正的老板 他们告诉我 他们要学什么 而不是我教他们 我认为他们应该学什么 是 另外呢 就是 这个是跟很多的培训机构 不一样的一个特点 就是 每一天我的学生 都会得到我的支持 嗯 什么意思就是 他们需要每天练习 并且发给我录音文件 我要给他们反馈和指导 像批改作业一样的 对 所以他们生活当中 每一天工作和生活 遇到困难 英语方面的问题 哎不知道这个 应该用英语怎么说 马上发一条信息给我 我会给他写出来 并且给他语音留言 这样他可以听一下 立即用英语 去解决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 即时当下的一个支持 还有一个秘密武器 这是很多的 培训机构 没有的 就是 我为我的学生们 创造了 环球英语社区 这个活动 像一个大的container 因为呢 每一个周末 我会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 成功的母语人士 作为我的嘉宾 和我的学生们进行在线的面对面交流 这种交流呢 不仅仅说为了帮助他们可以提高听力和口语 听懂更多不同的口音 因为有的人是 比如说您是来自英国 还有我的一些的美国商业学院的一些企业家 是来自新西兰 澳大利亚 其他的不同国家 对 那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 为他们可以 为学生们可以 打开一扇新的大门 让他们开拓事业 拥抱更大的成功 除了学习英语 其实我们学习英语的最终目标 是拿英语来解决问题 或实现我们的梦想来的 因此他看到了别人这些成功人士 这些母语人士是怎样做的 就可以给到他们很多的启发 所以这些方方面面的是 为什么我的学生们 可以在短短的六个月到十二个月之内 就可以轻松的听懂和流利的说英语 实现他们的目标 所以是都是请一些什么样子的成功人士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些 那在这个方面呢 我因为我本人是在美国的女性商业学院当中 我们有上百个女性企业家 几百个女性企业家 在世界的各个国家 所以呢我每一个周会去邀请一个新的 这样的一个嘉宾 他呢我们会一个小时的活动 前三十分钟会请这个嘉宾分享他的成功经历 他是做哪个行业 他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行业 他如何服务他的一些的顾客 或者说他的一些的成功的方法 会交给我们的学生们 另外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呢 是我们的学生可以提问问题进行交流 我们会进到一些的break out room里面 去有不同的topics 每一次会谈论不同的话题 这样呢当我们的华人的移民去讲发言的时候 每一个小组都会有一个母语人士在那里 然后去听会给他们反馈 嘿我们母语人士这个句子会这样说 而且呢很有意思在这个社区活动当中 我们有三位 包括我自己啊 都是可以中英文双语的 所以我的学生们如果遇到问题 不知道该用英文怎么表达 他可以问我们 比如说 Zandy或是Larry Excuse me Larry博士 你可以教给我 这个句子应该用英文怎么说吗 所以我们的Larry博士 79岁啊 中英文双语 他就可以马上告诉我们的学生 这个句子用英文是这样说的 啊 OK 这样呢就会让我们的学生们心里 就非常的放松 在这个环境当中是非常安全的 在这里说英语是安全的 学生们可以犯错 可以说不完美的英语 可以大胆的举手提问 因为你无论学多少的内容 你没有一个语言环境去使用 你都很难 因为你可能很多的学生会有这种感觉 说我背了好多的句子 但是我见老外的时候 还是不敢说 我还是做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一个语言环境 让你去犯错 让你去使用 对吧 对对对 我觉得听起来很佩服 因为你想出来的这些点子跟学习 就是真的跟人家不一样 然后我其实听出来最大的一个不同 是就是你的一个观察力很敏锐 你自我观察的那个很敏锐 你就想到比如说会推到说 你以前学语 刚到美国这个环境的时候 你碰到的挫折 然后我想问的是说 就是说你这个自我察觉的那个能力 是怎么样去养成的 因为其实在life coach里面 我们很常常会请 请就是说来来跟我面对的 我们讲客户好了 就是会希望他能够有一个自我察觉的一个能力 所以这个自我察觉能力 你是怎么样养成的 真的很棒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服务我们的客户的时候 就是感同身受 就是把你自己放在他的那个位置上 去考虑他 去感受他 然后你就可以知道如何去支持他 有很多的时候我就觉得 其实这也是我特别受感动的一点 就是我比我的学生更开心 当看到他们的成果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不只是学习英语这一点点的东西本身 而是说因为他有了这样的一个英语方面的提高 令到他的人生发生了一个质的改变 对 就是多么美好 对于我个人来说 我觉得我自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感同身受 I've been there done that 然后所以我用我自己的这种经历 去支持别人的时候 我就非常容易去做到 因为我知道他们的感受是怎样的 我知道是多么的艰难 不容易 对感同身受 而且我觉得我好喜欢你刚刚讲的那个 就是说你自己也做得很开心 因为其实我们一直在讲 就是说我们要自己做得很开心 然后你对于你喜欢的事情 你做得开心 你才会再去研究说 要怎么样把它做得更好 这样子 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记得很 大概读大学的时候 我曾经听过Steve Jobs 他做了一个大学的演讲 就是如果你没有找到你特别热爱的一件事情的话 继续去找 直到你找到为止 只有你去选择了一件你特别喜欢的事情 然后你才不会放弃 你才不会因为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就会退缩了 所以在整个这个英语训练的过程当中 我其实也完全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一个英语教练 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 我就觉得太多的开心 太多的成就感 就像我们说已经是到了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当中最高的那个位置 就是自我价值的实现 这是我的价值 真的是一个人的这种成功 而不在于他银行里有多少的数字 而是在于他改变了多少人的人生和命运 我在想说就是听众朋友可能会不太了解 那个马斯洛的那个 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那是我在大学里的时候 因为我的第二个专业是社会科学 所以我们学习一些哲学或心理学 或者是教育学方面的东西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最底层的这个 就像一个三角形最底层 就是一些人生的基本需求 像吃喝住行的安全的需求 这样的一些的需求 而到了最高的这个需求 就是你的自我价值的实现 对对 这个这个这个 就之前我在跟一个妈妈 就是在一个客户 她也是孩子是在就是自闭症光谱上面这样 那这个妈妈呢 她就是说 因为她在挣扎说 她到底要帮孩子安排些什么东西 所以她就是 她就是用这个马斯洛的概念 她就说 因为她的教育顾问已经告诉她说 她现在已经把孩子的基本需求 最下面的那个吃啊喝啊 这方面已经把她稳住过了 然后下一个就是 可能要帮助她提升她的自信 然后所以可能就是会需要用一些 比如说像参加考试啊 检定来帮助这个孩子达到自信 所以所以就很有趣 你把它你刚刚提到的时候我就想到 哎这个这个也可以应用在英语教学上面这样 是是是因为她我的学生们 他们当然了可能刚刚开始的时候 是为了解决生活当中一些的困难而学习英语 但当她比如说还有很多的学生 他们从level one到了level two 这样她为什么会去选择继续提升自己 因为她发现了除了我英语好了之后 可以让我的收入变得高一些 more income right 同时她的她自己的提升 可以令到她周围的人发生一些的改变 可以支持更多的人 我们经常说当你自己好了的时候 you can be more do more have more and then help more people and then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that's that part right 对对那我知道说很多华人在移民之后 在她会就是会一定会觉得 哎自己的语言上面不够好啊 那在生活在工作上面有各种各样的挑战 但是有的时候又会觉得说 哎我以前已经学过英语了 我还需要再学英语吗 然后比如说我的年纪可能太大 或者是我的家庭不允许啊什么的 然后你能够给他们 如果说他们有这样子的冲击的时候 你能给他们一些建议吗 呀当然可以了 比如说生活在英语的国家 英语实际上是一个必备的工具 掌握英语呢 不仅仅是可以让你有那份自信 因为自信这东西很有意思 就是谁也给不了你 不论别人怎么说 你没问题的你可以的 但你知道不可以 因为自信是自己相信自己 那怎么才能够得到这种自信 是因为你知道你知道 你知道你可以做到 你才会有那份自信 对 所以呢你掌握了英语以后 你不需要再求别人帮忙 等别人有时间的时候 你才可以做这件事情 你可以自己去很自信的 独立的去生活 另外你可以用它作为一个工具 去实现你的梦想 获得更大的成功 那么我们当初移民到另外一个国家 目的是什么 为了更大的成功 不是吗 来为了我们的梦想 所以呢我强烈建议华人移民们 采取行动提升自己的英语 听说能力 作为我是一个华人英语教练 我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学好英语的 只要你有强烈的这样的意愿 是我一定要 而不是我只是感兴趣 或我想要 是我一定要 然后采取有效的方法和行动 你完全可以在短时间内 说流利的英语 解决生活当中的问题 对于那些年龄 稍微大一点点的 说啊我有必要吗 我这么大年龄 我记忆力不好 这我听到的最多的一种反应 我记不住我背单词 第二天就忘记了 实际上第一个呢就是关于年龄问题 我最大的一个学生是79岁 他呢是我唯一一个 跟着我学习中文的一个美国的学生 他70岁退休以后决定跟我学习中文 这些世界上不是最难 也是基本上是最难的一个语言 对 9年从来没有停止过 现在听说读写都可以 所以他现在也正在服务华人移民 他每一个星期周末都会参加我们的环球影社区活动 在那里去支持移民们学习英语 那他也去分享过 我说那Larry先生 Larry博士 你并不是说你一定要讲中文 你可以去中国旅行 参加旅行团 找一个中文的导游 没有问题 但是他给我的回答是 我可以令到我的生活更加的充实和美好 我可以不用去邀请导游 我自己可以去到中国旅行 去做一个深入的中国文化的理解 因为如果你是去请导游的话 你可能去到的地方都是一些必去的景点 但你没有办法去很深度的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 这是他特别想做到的 所以他给到我这样的一种反馈 那我们中国人也说 活到老学到老 Live and learn Never too late to learn You can do it 那对于一些已经讲了英语的 说我以前也学过英语 我也可以大概七七八八说 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 我也建议去提升自己的 比如说你的发音是不是可以更加的 就是标准一些些 有很多的来自不同的城市 会有一些的口音 口音也会影响别人听懂你 另外就是我们有很多叫 中式英语的表达方式 就是我们把中文直接一个字一个字的翻译过来 所以呢我们去提供这样的一些的社区活动和母语人士进行交流 目的就是听到别人怎么说这个话 这样的话呢你听到了你也这样去用 所以逐渐让你的中式英语变成母语化的表达方法 更容易和别人交流和沟通 那同时也会给你去获得一些自信心 比如说你在美国的一些公司里工作 当你和母语人士进行交流的时候 你不会感觉自己有一种好像 有点像外星人说话是别人听不太懂的 对吗 所以你会更多的有自信心 那你有没有在你的客户里面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个 就是说客户成功的 就是你觉得最有成就教这个 这个客户或者是学生 你觉得非常的有成就的故事 这种故事呢就是特别特别的多 实际上呢我也没有办法说 我接下来讲的这个 就一定是最成功的一个 因为每一个人的故事都不同 所以我可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这个学生呢是Jane 她呢是一个中餐馆的拥有者 在十年 差不多十年时间了 她和她的先生开一个小的中餐馆 就像快餐店差不多 但她很年轻 大概是接近四十岁左右的样子吧 那在这个快餐馆里 接电话买菜 然后做饭 洗菜炒菜送餐 每天都是这样的一些的事情 是充满了油烟味 作为一个这样一个年龄的女性 华人移民来说 她煎熬了十年 但是她知道 这不是她想要的生活 这不是她想要的生活 因为她特别喜欢美容这个行业 但是呢我们知道 考美容牌照在美国并不容易 非常非常不容易 因为没有中文版本 所以你要么就是用英文版本 或者是西班牙文版本 但是她没有 她考了两次 自己去考了两次都没有考过 就是那些专业术语 那些terminality就够瘦的 然后就完全可以让她头发懵 所以考了两次没有考过 但她通过朋友找到了我 她见我的时候 她就说 先生你你知道吗 我一定想考过这个牌照 因为我非常非常需要她 你可以帮我 就是我非常非常感动 对她的这种决心而感动 我说如果你一定要 那你就一定可以 所以我们两个就开始 真的是想彻夜 不停的在作战 我们两个人去搞定那些专业的术语 然后理解里面的那些东西 那书都是厚厚的 如果有这样经历牌照的人都知道 考取美容行业的全牌照 书是非常厚厚 我们做的那笔记都是一摞一摞的 这样的笔记去做 当我们去参加考试的时候 我记得是9月份 我们听到了 当时就可以拿结果嘛 听到了她考过了 我们两个真的是拥抱 然后泪流满面 她跟我说 Sandy 这不是一个牌照的问题 是因为 因为这个牌照 你改变了我的人生 改变了我的命运 然后非常有意思的是 今年5月份 我参加了她的 另一个开业仪式 她已经有了 因为她拿到牌照 立即就开了一个美容店 今年的5月份 是她的第二家美容店 更大的一个美容店 她在现场的时候 去给大家去讲 她的心路历程 从一个不讲英语 没有多少英语 你想送餐点餐 非常简单的问候 这样的一些的情况 到现在可以 开第二家大型的美容院 她的历程 非常非常令我感动 其实像这样的 我的客户的例子 很多很多的 所以呢 他们并不是说 一定要有很高的学历 在中国 一定原来就是 企业家类型的 他们可能就真的是 来到美国 做厨师 做保姆 做美发师 我的学生当中 也有做餐饮行业 我说不要去看 我们华人来到美国 他做了一个什么的行业 不要觉得 他只是一个理发师 或什么 不要瞧不起他们 因为他们在中国的时候 都是地位身份 非常高的一些的人 来到这里 只是因为语言的这种平静 令到他们没有太多的选择而已 但是如果他可以 因为学习了英语 掌握了英语之后 作为一个leverage 作为一个杠杆 然后他就可以撬动 一个大大的梦想 是是 很激励人心的一个故事 因为就是 其实我在英国也碰过很多 不只是华人 像我以前工作的地方 它是亚洲音乐中心 然后里面就有一个 有一个印度的一个小女孩 然后他就说 他爸爸其实本来在印度是 是心脏科医生 然后但是也是 语言上面还有执照什么的 没有办法再考 所以他现在其实是在 机场当搬运工 所以就是 就是一定是 每一个移民的故事 它都会有一个 很 很深的一个故事 然后 所以我觉得你的工作 真的好有意义 可以帮助人家 就是实现他的梦想 然后 刚刚也听 就是说 听到你讲过好几次 我就觉得 就心里面也是揪了一下 真的觉得 好感动这样 对 那所以呢 我们的节目即将到尾声了 所以最后我知道说 你有给大家一份礼物 对不对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什么样的礼物 of course 我今天给大家带一个礼物 礼物呢 是和我有一个 30分钟的 一对一的免费的面谈 在这个英语突破面谈当中呢 你可以免费获得一个 非常精准的英语听力 英语能力的评估 包括你的发音 听力 口语和语法 基于这个评估 和你的目标 我会为你制作一个 定制性的训练计划 来帮助你快速 提高你的英语水平 通常像这样的英语评估呢 价值会是在200美金 但是今天我是作为一个 免费礼物送给你们的 哇 真好 那如果说大家想要 就是联络的话 他们要怎么样 跟你联络呢 他们可以 如果使用微信的话 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我 XIUMIN8828 或者是给我发一个邮件 他的影响层面 还有就是你怎么样 专心这么 这么有心的 在带你的学生 然后真的是很希望 他们的人生能够更好 因为我可以看到 我觉得他们是可以的 就是从一个山的这边 然后呢 跑到山的那边去 有很多人在山这边的时候 他们不知道 山那边的风景 很期待 很渴望 但是也有点小恐惧 小担心 不知道一会如何 那我就希望 我作为那样一个人 去手拉着手 带他们 一个 one at a time 能够一个一个地 把他们带到山的那边 然后令到他们看到山那边 有精彩的 有美好的风景 嗯 所以呢 亲众朋友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 或者是你身边的朋友 或者是长辈 或者是任何人 然后移民到一个新的地方 需要有英文上面的服务 不一样的英语课程 那欢迎呢 跟Sandy联络 然后如果说你觉得 你移民到一个新的环境 对那个移民的新生活 充满的迷茫 然后需要有人身教练 来帮你 也欢迎联络我 然后有一个咨询课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边结束 那非常谢谢Sandy 今天播客的接受 谢谢我这个机会 能够认识大家 谢谢您 嗯 那我们下次见 OK Sure Bye Bye